現在看到的是呢 教育部推出的 0到6歲國家養的這個宣傳廣告 可是呢 為什麼不憑如潮 我們待會兒帶大家來看 網友就說 看完真的更不想生了 好 這個呢 他的情境的設定呢 就是說 有一個男子 他是有小孩的 那但是呢 他就把錢拿給他媽媽說 幫我收公仔的這個包裹 這樣子把錢托給他媽媽 結果呢 他媽媽就把錢 拿去買了這個育兒用品 好 看到呢 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廣告 有網友就說 這個演的的確是一個 真實的情況啊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收藏啊 有一些動漫啊 有一些模型等等 可是可能呢 就會變成說 要剝奪你的興趣 拿去變成養小孩的基金等等 那有人就說 再次堅定了我單身的決心 那有人說啊 短短30秒的影片 就教會我們 不用尊重他人的興趣 未經他人的同意 就可以來挪用別人的財務等等 那等於說有了家庭 是不是就不能有自己的興趣呢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感覺大家就在講啦 教育部做這樣的影片 真的讓大家看了更不想生 好 那所以呢 頻道上面就出現了導贊 導贊書標迫4000 那這個的廣告經費是304萬的 好 高達304萬 現在呢 因為這樣的疑慮 這樣的爭議 所以悄悄的下架了 教育部說呢 腳本規劃思慮不周 造成有不尊重動漫模型等等 多元休閒文化的問題 深表歉意 好 原本的影片被下架了 結果呢 這個前傳就被挖出來 好 這個是老公呢 喜歡玩遊戲 玩公仔 那其實老婆是有非常多的意見的 好 包括小孩就說 我的機器人來了 那爸爸就說我也要玩 結果看到老婆在後面 馬上臭臉等等 前傳被挖出來 好 那大家就說啦 根本就是一脈相承的 在歧視爸爸的興趣 也塑造說只有媽媽 才是為家裡好的這個形象 那有人說呢 這個爸爸還不知道 未來甚至連媽媽都會背叛 他的信任 就是剛剛提到的後面的這一部影片 媽媽就把他的錢 公仔的這個錢 拿去買別的東西 活脫脫就是一個硬派寫實的台南杯歌 短短幾十秒的廣告呢 可以傳遞的這麼深度 有人說 少子化辦公室太強了 好 根本就是助長少子化嘛 好 那看到了這樣子 大家覺得說 對於他們的宣傳影片 沒有達到效果就算了 根本就是逆風 逆逆勢在助長少子化 好 這個臉書粉專 台灣政客爽說 蔡政府這8年來花了4000億 讓台灣變成世界生育率倒數第一 難道就整天在搞這些垃圾嗎 好的確 這個花大錢在撒幣要宣傳 結果呢 反而這個搞砸了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 厚宜的禁辦 發出的競選廣告 在諷刺鄭文燦當了進口蛋的門神 讓鄭文燦氣得提告 台北系袁中佩軍就爆料說 三立電視只播了兩次 就下架了這個門神廣告 就是因為鄭文燦親自致電給三立的高層 讓蘭茵大酸說鄭文燦根本是行政院的公關室主任 而且鄭文燦又是提告又是被爆料 要求下架廣告的 鄭文燦市議員黃靖平就直言這根本是賤小燈想起 政府進口一坨拉酷的進口蛋 結果放到都快過期 續產會又出手了 盤點光是10月就有210萬顆進口蛋借齊 趕緊找業者把蛋加工成一蛋 每公斤代工費19塊 蔡政府的雞蛋進口先是補貼價差 如今還要再花一筆代工費 公帕隨便花 怪不得侯友於進班會做廣告 諷刺鄭文燦市進口蛋門神 反倒被鄭文燦開擠了 畢竟鄭文燦執掌進口蛋跨部會協調 還兼任行政院消保會召集人 過去也才是雞蛋短缺要預作專難進口的準備 結果進口蛋爭議一直燒 他反倒置身事外 台北市議員中沛軍更踢爆 侯友於的競選廣告 在三立播兩次就被下架 背後打電話給三立的人 就是鄭文燦 你直接一通電話就叫三立撤廣告 難道這是警種的復辟嗎 難道這就是民進黨執政之下 連商業廣告 連言論自由都可以被一個高層的黑手 所擋掉嗎 不過鄭文燦辦公室則發出聲明 對侯陣營如何投放廣告 無從窒息也從未介入 他本身就善於經營媒體高層 就像是一個行政院的這個公關室主任一樣 鄭文燦的這個狀況跟動作的話 真的是 陳吉仲林聰賢為進口彈風暴暗然下台 如今鄭文燦更該適宜 不能用一句被栽贓就想穿過水無痕 介紹中的陳佑台北報導 農業粉專案 林北好油的版主林玉宏涉嫌自導自演恐嚇案 那訊厚是遭到羈押禁見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認為說 結合民進黨近期開記者會來指控 林玉宏自導自演案 這背後是有龐大供應鏈 包括國民黨網軍等等的動作 那可以肯定的是地院同意羈押 並不是因為林玉宏的罪狀 而是要徹查背後跟國民黨有沒有關聯 荒謬至極 這個不論是從檢方或者是到了地院 我覺得最離譜的 尤其還是地方法院竟然同意 就是要給他申請羈押禁見 所以結合上近期民進黨開的記者會 不斷的指設 指控 說背後一定有什麼龐大的供應鏈 背後有龐大的國民黨的網軍等等的 所以肯定法院之所以同意羈押 他絕對不是因為上面所說的罪狀 對社會造成極大危害 是因為什麼 就是要去徹查他背後跟國民黨有沒有關聯 這才是地院符合民進黨 所做出來的裁判旨意 否則就如同一般人很容易問 我自找自言恐嚇我自己 到底對其他人造成什麼危害 沒有危害 而且這個地檢署所起訴的叫做誣告 他誣告誰 他好像也沒有誣告別人 他有告誰嗎 沒有啊 就是那個 也不過就是最後的所謂恐嚇案件 他委託了律師報案 說有人恐嚇我 他甚至都沒有去告那個恐嚇他的人 他只不過是向警方報案而已 那偽造文書 所以就可以知道了 現在呢 所謂檢方跟法院 之所以要把林北好油抓起來 根本不是因為所謂的自導自演事件 而是什麼 就是覺得 你當初在雞蛋上面爆料的這一些文件 有問題 他完全是針對林北好油 雞蛋事件上面的努力 以及揭發民進黨的弊案 就看你不爽 他是拿這個東西當作理由為罪證 去起訴 或者講說來辦林北好油 所以到現在為止 即便他有了自導自演的事情 還是要聲援他 還是要批判檢警 還是要批判檢方跟地院的這個審判 是不公的 是沒有道理的 是配合政治操作 就是成為政治上的打手跟英權 不能因為林北好油有自導自演的事件 然後呢 就現在我們的在野黨 就完全切割他 我認為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過去以來 他所提供以及獨家 所報導的那麼多的資料 挖掘到了那麼多的市政 在過去 不要說這兩個月 在過去好幾年 這幾年下來 都給民進黨執政帶來了重大的打擊 所以雖然自導自演是錯的 是不好的 那他也受到了制裁 社會性死亡了 可是呢 並不等於說 他的爆料被民進黨司法來整辦 來整肅 那就變得民進黨是正確的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情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